第一个先指定第一点 再来的话往中先指定底下的地方会出现什么样呢 会出现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指定 指定什么呢 指定这个 这里的话指定什么呢 指定这个弧的第二点中心点 当然它中心点跟终点 等一下画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先画起点 再来是这里 这一点中点 再来是这个终点 那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坐标 那坐标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我们之前也有画过 这边是00 那如果到这个点的话是应该是多少 有没有 这个高度是40 一半是多少 一半是20 所以往上20 对不对 就是歪的值 那这边宽度是10 对不对 所以一半是5 对不对 那因为是往哪个方 往右边是正的 所以是 所以应该是小老鼠 对不对 5 多点20就可以了 那再上去的话呢 这个点是多少 根据它有没有 所以它应该是 应该是已经负了 对不对 负5嘛 往左嘛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往左 是负5 然后往上是20 正20 所以有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就可以画得出来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点一下有没有 再来的话你就 终点 小老鼠 往5 斗点 20 Enter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 这个 奇怪 变弯的 你不用理会它 为什么 它这个时候是随便 可以把它搬回 这时候你一动 它就可以搬 有没有 再来的话呢 再一个小老鼠 然后-5 -5 就是往左边 有没有 斗点 再往上20 这样就可以了 一个 对坐标的画法 那另外一边怎么画呢 一样的方式 点一下弧 在这个端点点一下 再往这个方向先移动好了 再来的话 小老鼠多少 这个应该是往左边嘛 对不对 左多少呢 -5 对不对 然后也是往上 所以是多少 斗点 20 Enter 终点就出来 那不用理会它 它这个偏僻 你移动 它就它就会 再来的话呢 终点就是小老鼠 多少呢 往右边嘛 往右是正的嘛 对不对 所以 5 往上是正的20 Enter 这样就好了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倒过来画 可不可以 比如说 我现在 我可不可以从这一点画下来 可不可以 这一点画下来 也可以啊 那怎么画呢 这边 起点在这里 这一点是什么 -5嘛 斗点多少 -20 特别是 往下是负的 有没有 再来的话呢 终点是多少 小老鼠 因为过来变成什么呢 正的嘛 对不对 所以是5 然后斗点 -20 这样就好了 从上面也可以 从下面也可以 你们试试看 了解一下 反正就是坐标的观念 如果你坐标还不清楚的话 画会很 很 有点 画就知道了 好吧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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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